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百万年中 江河之水所向批命 他们劈开群山的阻挡 在大地刻上印记 成为改造地球滋容的重要力量 因而有人形象地把河流称为大地的动脉 回溯人类历史不难发现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诞生在大江大河的流域 其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史 构成了灿烂辉煌的大河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 其中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河流 就有1500多条 主要分为七大水系 分别是黄河水系 长江水系 珠江水系 淮河水系 海河水系 辽河水系 和松花江水系 黄河一直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早在远古时期 中国境内的原始新民 就生活奋斗和繁衍在黄河流域 从多个王朝的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确立 到文化艺术的孕育与发展 再到科技创造和城市建设等等 都发任于此 各位好 我是盛春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 地理中国的国庆特别节目 江山多礁 河流奔腾在大地上 通过侵蚀搬运和堆积三股力量 将我们生活的地球塑造得多姿多彩 黄河从青海的巴银喀拉山发源之后 在中国的北方一路流淌 最后流入渤海 其中从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口镇 进入中游之后 黄河在吕梁山的西侧 切割侵蚀出了著名的晋山大峡谷 也就是在这儿 黄河的走向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原本自西向东 突然变成了游北向南 不仅如此 更令人称奇的是 黄河在此还出现了十分密集 又连续不断的弧形急弯 人们常常用九十九道弯 来形容这段河道的特点 那么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 有着怎样的地理因素呢 这是一首在晋陕梁省广为流传的名歌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这叩问天地的耗子声 据说其灵感就源于晋陕大峡谷内 黄河河道的特殊形态 在黄河由北向南 流经晋陕边界时 原本一泄千里的干流河道 出现了几十道连续的拐弯 它们弯弯相连 曲折回环 每隔数里水势便回旋一次 在黄土高原和吕梁山西 形成了形态独特 气象万千 既雄逢开阔 又以拟蜿蜒的河区地貌 这段河段 是黄河五千多千米的干流中 最为独特的一段 也正因如此 从古至今 它一直成为百姓们 反复歌勇和吟唱的对象 然而 就在这数十道连续的河湾之中 存在了一个 在当地人看来 尤为特殊的地方 那里的黄河河道 宛如一幅天然的太极图案 横跟在崇山峻岭之间 据说 上古时期 人文始祖福西 就曾登临河畔的高山 在俯视这道河湾之后 福西领悟了天地相生的要义 创立了太极阴阳 至今 这一带仍旧暗藏着一个奇幻的洞穴 据说 那个洞 就是福西居住思索的地方 人们为了纪念 这位中华文明的始祖 将那个形如太极的河湾 取名为乾坤湾 那么 形态特殊的乾坤湾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地理规律 那道河湾 又是凭借什么 形成了如此特殊的形态 在它的背后 又是否能找到 黄河中游 河区地貌的普遍性规律呢 为了破解这一系列的自然谜题 地理中国设置组 来到了山西省永和县 展开实地的调查和走法 永和县位于山西省和陕西省的交界之地 一条黄河把进陕分隔 从黄浦高原上深深划过 展现出一片苍茫的景象 来到乾坤湾旁 记者急目远眺 果然发现 这里的黄河河道气势不凡 在黄绿色的山岭之中 奔涌的黄河水 形成了曲律规整的圆弧形河斑 它们彼此相连 又浑然一体 的确与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案 有几分相似 更令设置组感到好奇的是 当地许多百姓认为 这一带是附近十里八乡 风水最好的地方 这个天然形成的太极图案 在世世代代地 护佑着这一方山水 村中百姓故老相传 乾坤湾形成的 这个天然阴阳太极图 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数百年前 它们的祖先 发现了这里的秘密后 开始在此修建房屋 构筑村落 直到今天 这个村子依旧风调雨顺 年年五谷风登 出产的大枣 更是远近闻名 山西永河乾坤湾的 奇异核居地貌 也引起了许多 地理地质学专家的注意 他们也来到黄河岸边 试图通过科学考察 解释这一带的 种种特殊现象 徐昭雷 山西省地质探查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常年从事黄河中游地区 地质水文的科考研究 在徐教授的带领下 科考组首先来到了 秦昆湾旁的制高点 这里是观测 整个河区地貌的最佳位置 从航拍的影像中 考察组更加清晰地 观测到了 这段河区的走向和全貌 徐教授告诉我们 一般情况下 河区地貌 多发育在自然流淌的 河流下游 在中国呼伦贝尔草原 和西林郭勒草原上 就能够看到 在平缓的原野上 许多圆弧状的河区 它们都是常年流水 不断切割表层泥土的产物 然而 黄河中游的这些河区 却都形成在黄土高原上 不仅气势极为壮阔 而且数量多 密度大 它们不仅仅是黄河的奇观 即便放眼全球 在大型江河的主河道上 也极少形成这种 连续多样的河区地貌 咱们这个乾坤湾 是在黄河当中的一段 山西城的西部 吕亮山的西城 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断裂 这个断裂段距很大 这个南北走向的 那么乾坤湾究竟弧度有多大呢 通过航拍影像 徐教授进行了认真的测量 他发现 河区圆弧状河道的长度 与两端直线距离之间的比值 已经达到了三 这十分接近圆周率的数值 徐教授说 这说明乾坤湾的两个河湾 几乎已经形成了 两个完整的半圆 正是这完美的圆湖形态 使这段河道在百境看来 拥有了圆满吉祥的美好寓意 在徐教雷的带领下 考察组返回了乾坤湾 向西走了约四千米后 一条深接的沟谷 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像被刀劈斧砍出了一条裂缝一般 沿着沟谷流淌出了潺潺的小溪 继续行进了五百米后 徐教授告诉我们 对这里深入考察 也许就能找到 解开乾坤湾蛇区出现的关键原因 徐教授和科考队员们一起 对形成沟谷的裂系 进行了角度的测量 发现这条裂系的方向 与黄河河道竟然十分接近 咱们看到的这种裂系 是区域里面比较发达的 乾坤湾的上游 跟乾坤湾的下游 都没有摄取 为什么在乾坤湾发游 那么多摄取 主要是咱们这个地方 这种裂系比较多 徐教授告诉我们 与凉山西侧的晋陕大峡谷 本身就在强烈的地质硬力的作用下 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断裂带 然而亿万年的沧海桑田 这一带的山体和岩石 都经历过很多次造山运动 和海陆变迁 因此留下了众多不同方向 不同时代的岩石断裂 为了更加确定自己的推测 专家对乾坤湾沿岸的山区裂系 分别进行了多次测量 测量的结果 证明了晋陕大峡谷 乾坤湾一带 至少有北东 北西和东西方向 三组主要裂系 在影响着黄河的走向 在黄河河道形成的初期 很可能并没有这些 蜿蜒曲折的河湾河区 后来随着地壳的运动 强大的作用力 使得河流附近 出现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裂系 原本平直流过的河水 往往会逐渐侵入这些裂系 河水在其中不断地侧向侵蚀 这就使得这些地方 逐渐产生了弧形的弯曲 不仅如此 在北方地区 夏季的植被 冬天的结冰 也促进了这些裂系 更快速地发育形成 因为植物在裂系里面生长 变成算性的 它容易溶解石头 所以这个裂系越来越发育 那裂系越来越发育 随身结局以后 冰就冰 体积要膨胀 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了 那个裂系的扩大 考察到此 徐教授找到了 秦宫湾一带河区集中的原因 它是因为 太行山 吕梁山等山脉的多次隆起 导致内系密布 方向多变 黄河干流 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流淌 不仅容易发育形成连续的河区地貌 更容易改道下切 形成深深的沟谷 是黄河中有最为特殊的地质水文规律 如果说黄河催生了中国人的政治 文化 经济等诸多方面 那么长江则为中华儿女提供了美的意象 大家都知道 唐诗三百首 在这三百多首诗中 直接写长江三峡的有十多首 你想想 中国如此之大 这三百多首诗歌当中 竟然有十多首与三峡有关 我们接下来要带您前往的是 三峡中的渠唐侠 那里不仅景色壮美 而且还流传着一个古代巴人藏宝的传说 相传 巴人在一次战争失败后 扶老挟幼退守到渠唐侠内 为了躲避敌军的追杀 他们逃入一个巨大的洞穴处 然而 当他们走到洞穴尽头才发现 出口竟然在江边崖壁上 是一条绝路 由于无路可走 巴人被困冻风 无奈之下 他们在洞内的石壁上 用褶石写向了八国的不幸 以便有一天能让后人知晓 最后 进入洞穴的巴人全体遇难 当地传说 巴人进入洞穴避难 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财富 多年以来 许多人都在找寻藏宝洞的踪迹 但都一无所获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一位村民攀上牙壁材料 无意间进入一个山洞 竟然在洞中发现一把柳叶剑 我爷爷叫杨文勤 他进去带牙洗洋那个捅东西 自己的事情要磨的东西 我也知道不得 我那时候才五六岁是蟹饭 据说 进洞的村民 没敢继续深入 但这让当地人更加确认 渠塘侠一带就是古代巴人的藏身之地 渠塘侠是否存在巴人的藏宝洞 峡谷附近的种种怪像 又是否与古代巴人有关 对三峡渠塘侠的考察 不仅能解开人们心中的谜团 更有可能揭开一段 陈锋的历史谜案 为此地理中国栏目记者 来到渠塘侠展开考察 过去这里的水位 在渠塘侠口水位 最低约来七十多米 不到八十米 现在是160米 就抬高了八十米 八十米 赵桂林老师 是对当地历史非常了解的文史专家 他告诉记者 在古代以崇敬为中心 西到四川东部 东到湖北西部 北到陕南 以及前中和湘西地区 通称为八国 因此三峡地区 还保留有巴人大量的风情民俗 你看那里 那里那个审查风里 就还是玄关嘛 哦 这还有一点 赵老师说 玄关是八人一个重要的殡葬方式 八人认为 去世先辈的棺木摆放越高 其孝心就越会得到族人的赞扬 后代也会平安健康 多年来 赵老师多次参与过 对徐塘侠周边洞穴的考察 他仔细研究了当地历史 认为 徐塘侠西口崖壁上 有一个洞穴最为神秘 赵老师说 神秘洞穴地处绝壁之上 一般人无法靠近 因此当地人都认为 八人的财宝一定深藏其中 并把这个洞叫做黄金洞 记者观察发现 黄金洞洞口高约十米 呈枝字形 陡峭的崖壁让人望而生畏 为了进入黄金洞 由专业人员组成的科考组 驱车来到洞穴所在的崖壁顶部 村民告诉科考组 洞口上方有一处崩塌形成的平台 科考队员可以先步行到平台上 再利用绳索往下下降 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对吧 对 然后我们要从这里下来 对吧 下来 那这里下去就到洞口 根据村民的描述 科考队员确定了单绳下降到洞口 然后进入洞穴的考察方案 在向导的带领下 科考队员紧靠崖壁 一步一步小心前进 脚下是200多米深的悬崖 稍有不慎就可能坠落山底 下面都是长江 它是长江 经过艰难跋涉 科考组终于进入到绝壁平台处 平台宽约两米 为科考队员工作提供了充足空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峡谷风在对流中逐渐加大 每一分钟的流逝 都会让大家多一份牵挂 神秘的黄金洞里究竟是什么样 它是否像人们传说的那样 藏有大量财宝 这里又是否会找寻到八人失踪的线索呢 经过了六个小时的努力 科考队员终于到达洞口 科考队员观察发现 洞口附近有一个平台 很明显是人为堆砌而成 这个台子是一米高的台子 这里应该是放金财宝的地方 但是我们是现在没发现什么财宝 在平台的侧面 有一块直立的石墙 上面画满研画 特别像天书啊 这个还写了个天字 哦 这个洞快点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洞穴在不同的时代 都曾有人进行过探法 好 慢点啊 我们现在开始下去 我们也进去看看 哇 真的洞口好笑啊 科考队员考察发现 黄金洞内有大小两个支洞 但洞高仅有十多米 深度也只有二十多米 让科考队员感到失望的是 黄金洞内并没有人们猜测的宝藏 更没有八人的蛛丝马迹 通过种种现象 科考队最后发现 这个黄金洞并不是所谓 八人最后的唐僧之地 从大禹治水到金航大运河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 就一直在寻求着 与河流的相处之道 河流不仅为人们提供生活 工业和农业用水 而且还有运输功能 沟通各地 流动的河水 还蕴含着巨大的动能 可以发电 可以说 河流的生命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修期相关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人水关系 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现代人类社会 开始反思自己的发展历程和行为 迫使人类重新看待 水资源的价值和内容 重新认识人水关系 强调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强调人水和谐相处 了解河流 保护好河流 及其流域的生态环境 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多一点用心 留一份清澈在心中 多一点爱护 留一个故事在世间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您看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